各位同学好 2-3执行运动的第二个例题 也是直接带公式就可以了 执行速度跟执行位置非常的像 公式非常的像 都是质量乘上它的速度 再加上下一个质量乘上它的速度 全部的质量乘上它个别的速度 再除以总质量 那执行加速度也是类似的 每一个质量乘上它们个别的加速度 全部相加之后再除以总质量 所以就只是把数字带入 现在M1A A的话是10公斤 它的速度是5 B的话是30公斤 速度是-3 去除以 40 10加30 所以结果是50-90-1 那这个质代表的是 方向是向C 因为我们刚刚5的话 它向东我们把它写成正的 那向C就是质的 所以它的大小就是 它的大小就是1 但是方向是向C 加速度呢 实行加速度算法也是类似 10公斤乘上它的加速度 向C的5 再加上30公斤乘上它的加速度 向C的1 除以40-5-80 -80除以2 除以40是2 一样 质代表向C 所以它的加速度大小是2 方向向C 那接下来这个系统所说的外力呢 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 如果今天把AB 视为一个系统 那它们如果看成一体 看成一体的话 用一个加速度来代表整体的加速度 那个整体的加速度就称为 直行加速度 那直行加速度 要怎么算呢 直行加速度已经算出来了 那跟外力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系统所说到的所有有的外力 就可以看成是 总值量乘上一个加速度 用一个加速度 来代表整体的加速度 那个加速度就称为直行加速度 那现在总值量是40 再乘上-2 所以直行加速度-2 乘上40 得到-80纽顿 这个-也是像C的意思 所以答案是这样子 所以答案是这样子 我先去看看